3 2 1 启动 历经三年时间 屏东医疗终于有了新的里程碑 屏东荣民总医院18号开幕了 大型医疗资源进驻 中央地方共同见证这一刻 其实在屏东荣民总医院成立前 对乡亲来说 主要的医疗资源 以屏东医院 屏基保健医院等 区域医院为主 如果是急重症的患者 就得花50分钟左右时间 后送到邻近县市高雄 而对平南的居民来说 这条救命路又更遥远了 浮缘狭长 长者也很多 过去许多人都在急重症的患者 必须花了高屏西 到高雄的大医院去看诊 这是一个很辛苦 很沉重的负担 耗似100多亿 1140位医疗人员 内科部门有肠胃科 胸腔内科等九个科别 外科是包含泌尿 直肠生经等 集中症医学部门 有集中症医学科 外伤医学科和家户医学科 综合医学部门市有16科 那主要的就是荣总 毕竟他的资源比较豐沛 可以解决急重症医疗资源不足的问题 那屏东的乡亲也不必舟车劳顿 在家乡就可以取得获得高效率 高顶级的医疗服务 现在对屏东的居民来说 和脚一样的健保费 终于等到人人平等的这一刻 就医再也不用大费周章 求助其他县市的医疗资源 华日新闻林晚宜秋千雄中梦翰 SNG小组屏东报道